101年度开始的县政联合宣导活动 让县政的理念直接下乡和当地的民众面对面 利用多元的方式除了可以听取未来台东的发展以及现况 而各局处也都搬出了诚意 纷纷设摊位让当地的民众可以利用玩乐的方式来了解县政 在我们宽餐刷 我们宽餐也只关心常常会跟我们问宽餐刷需要什么 所以我常常为关山政策出很多事情就是都关家会答应 所以我们江山婆先把关家交给一个好目 29号上午县府前往了关山镇的天后宫 由县长黄建廷带队一个上午的时间 让纵谷地区的民众亲自参与县政了解时事 这一两年来推动很多这个辩民的措施 可能很多人还不知道 台东现在有1999 你如果打电话 拿起电话拨1999 就可以询问任何的事情都可以问 其实有很多的事情大家都要跑到台东县 台东市去那个县民服务中心办 现在不用去了 现在在我们关山的附贞事务所就可以办了 哇台东不一样了 这个标语也正是简单又直接的宣告 在县府的努力之下 要让台东不再是所谓的弱势族群 而是一个拥有前景有未来 甚至于渐渐迈向国际的重要城市之一 东台新闻 温格观山镇报道